这6类水晶头,这7类水晶头,还有这个是分体式水晶头 这七巧我要分享各类打水晶头的技巧 5到7类,那是以硬俱全 使用这种水晶头最少见,它不光配信多了离谱,价格也是非常的高 一个水晶头价格比旁边这一盒的价格还要高了很多 而且打这种水晶头还要上这么一种特殊的工具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先从5类开始吧 首先给网线剥皮 剥完毕后就开始按照T568的圣区来排序 圣区的颜色大会应该都懂了,所以这流就跳过了 排列完毕后,用它在前捡到多余的网线 然后水晶头这么一套 压线就这么一压 一个5类水晶头就给做好了 怎么样,打的还算标准吧 接着就到6类线了 值得一提的是,6类线中这个十字骨是很多新手比较头疼的事 这是我刚才打的6类水晶头 我是怎么打了这么标准的 其实这个是有技巧的 首先像我这样 尽可能的把网线和十字骨给抽出来 大会看这里,这是我牵扯出来的部分 尽可能的抽出来后,我们再把十字骨给剪掉 剪完毕后,大会再像我这样 抓住网线,尽可能的往前推 我这里多推两下 这会儿就发现,这一截的十字骨就没了 我用手捏这个区域,它是扁的 那么这样的话,打6类线和5类线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至于排线的线续都是一样的 这里我就跳过了 我直接套水晶头给它回看呀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包装 接下来就到7类线了 很多人不知道7类线是怎么接地的 我这里也一并教到我如何接地 不完毕后,我们就会看到一层的金属变质网 这种金属变质网就接地的关键 别把它给剪了,我们要把它给捋下来 接着,我们就把里面这层屏蔽锡子给剪开 屏蔽锡子都解完后,就开始排线续了 但是7类网线和5类,6类都是一样的线续 所以这柳就跳过了 线续都排好后,我们这样就斜的剪开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上这个固线器 因为根据我们多次的实验 网线要是平的剪的话 你上固线器会非常的耗时间 还是这样斜的剪开,效率会高到很多 固线器上好后 我们就用水龄头底下适合的位置 然后再把多一段线给剪掉 剪完毕后,我们就要开始处理这些金属变质网了 为了美观,就可能的把它往后移 如果有些移不了,可以适当的剪掉一些 全部都移好后,我们就上水龄头了 由于这线太粗了 我塞水龄头过程不怎么顺利,我就跳过了 水龄头上完毕后 这样阵前还不能直接打7类线 我们要把它改成7类模式 不改的话,有些7类水龄头会像这样被压坏了 改的步骤也很简单 这下阵前它有两种模式 螺丝在上面的是5类6类模式 螺丝在下面的是7类模式 我们把螺丝移到下面这个槽位就可以了 能完成后,接下来给水龄头压下 就算都完成了 其实7类水龄头的接地关键 就是这层金属变质网和这个燕尾夹碰在一起 大伙像我这样 用手适当的把燕尾夹两边抱手给搬弯 尽可能的让它抱住网线 然后把7类水龄头放到这个压线剪卡槽内 用力压一下就可以了 至于后面这些多余的金属变质网 我们是可以给它剪掉了 这样的话,我的7类水龄头就给做好了 接下来我就用电笔试一下它有没有接地吧 待会注意看我的手 这样的话就代表它接地了 接下来就到分体式水龄头了 这种水龄头很讲究 只要你不受错了一步 那么你就无法打扯 好了 接下来看到我是怎么拿的 刚才我上了那个叫做水龄户套 接着上这个叫做固件夹 我们要把固件夹和水龄户套卡在一起先 卡完毕后就可以给网线剥皮了 这里的十字骨我们就不用抽出来了 因为有个配件需要到十字骨 那就是这个了 它叫做分线器 我们把它插到十字骨上 它的作用就是把四对长脚线给区分开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这凸起面必须是绿色的那组网线 不然的话后面这水龄就打不成了 因为这构线器的孔是对应分线器那凸起面的 这两个点就代表绿色那组网线 这是为什么分线器凸起那面它必须是绿色那组了 因为这两个孔是对应的 所以我这里上的固线器是特别的轻松 上完后我们就尽量的把固线器往下推 大概推到这种程度 推好后我们就把多余的往线给剪了 这样就可以上主推水龄头了 这里听到卡的一声就代表卡剪了 接着我们就把护刀和固线夹推进水龄头里面 但这固线价一般很难推进去的 所以我们要用到这个压接工具 有了这个工具 我就很容易把固线价给推进去了 到了最后再用护刀价这么一压下 一个分体式龄头就给做好了 好了这夹线价就这样打完了 四种不同的水龄头 点价的一些软件 都这样打完了 阿姨